家瑩常說亞運、奧運 我都覺得離我太遠了 就是感覺怎麼追都追不到 只到我終於摸到 我沒有抓到他 但是我摸到他 我就覺得 其實他沒有我想像中那麼遠 感覺我只要再努力一點 我就可以再靠近一點 我可能就會抓到他 我可能會抓到那個 所有我自己的機會 我今天22歲 我是來自嘉義縣阿里山鄉的州族 新聞說你壯戀港星阿嬌 我只能講我比較年輕 你要回答說我比較正 OK好我比較正 從什麼時候開始接觸中 國一 為什麼 我的奇萌將一直跟我說 你就試試看嘛 他一直覺得說 我有那個條件 出去比賽 就說你就去感受一下比賽的氣氛 你就當作去玩 那我就出過去比賽 那我就去物質別客 然後就拿了 沒有 我是B組的大叔弟 我就贏我學姐而已 我跟4年 再回到同一個地方比賽 我就拿了D名回家 我覺得在同樣的地方 創造不一樣的成績 我覺得我看到我自己的進一步 我自己覺得很開心 是他讓我知道 其實我自己還可以再走下去 因為我其實 這次奧運的賽前準備狀況不是很好 我的傷沒有條理好 一些狀態 也都一直沒有辦法恢復 他有人數限制的關係 所以家也沒有辦法跟我一起去 等於說我是自己去 自己去比賽 如果有發生什麼問題 我都要自己能夠解決 不然就是自己要能夠扛過去 就是一直跟自己講自己句話 然後就是好好表現我自己就好了 努力發揮今天100%自己 這樣就好了 可能是因為奧運 然後其實這一次 也看到很多新面孔 其實算是我們新生代的一個初登場 其實大家都很緊張 有時候比賽可能真的是在比心態 大家的成績又差不多 你要怎麼能夠成為脫穎而出那一個 我覺得還蠻神奇的 可能是因為那個舞台給我的渲染 其實那一天是我那幾個月裡面 唯一不痛的一次 唯一不痛的一場比賽 這迪士尼是真的還蠻意外的 我自己也覺得我自己很幸運 媽媽一個人住在台南 那你會定期回去看媽媽嗎 我還是 就是能夠 能夠回家還是會希望可以回去 那媽媽也是支持你在這條路上面 支持你的最大動物對不對 對阿 她一開始其實是反對 因為她不喜歡我受傷 可是後面她其實也有看到我 就是大家覺得我很辛苦的地方 雖然我很不想她講這句話 就是因為她每次都說 她不知道自己還可以再照顧我多久 因為我媽的身體其實蠻不好的 因為我媽媽自己看到自己養我 所以我就一直覺得她很辛苦 可是因為她為了要照顧我 那時候她生完我 其實身體很不好 但是她還是要去工作 不然沒有錢養我 晚上一直跟她說 我想要參加什麼什麼比賽 然後我都跟她說 你要照顧好身體 然後我都跟她說 我很努力練習 然後你的任務就是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我說不然我拿冠軍 我要拿給誰看 她說你不在了 我是為什麼努力這樣 她希望我有所成就 不是因為她想要拿這些成就去炫耀 而是她希望我的努力可以得到你回報 然後不管我做什麼事情 選擇什麼她都會支持我 這樣一場說亞運奧運我都覺得離我太遠 直到我終於摸到 我沒有抓到她 但是我摸到她 我就覺得 其實她沒有我想像中那麼遠 就是感覺我只要再努力一點 我就可以再靠近一點 我可能就會抓到她 我可能會抓到那個所有自己的機會 除非 我會 我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